現在這個口服抗病毒藥物 我們總共採購70萬劑萬人份 那這個是使用 最主要就是用在無症狀跟輕症的個案 所以並不是到中重症才要來使用 反而是給無症狀輕症的個案 那根據這個臨床的評估 它符合有65歲以上 或是我們先前有公布過這個13種的重症高風險因子 那醫師處方就可以來使用 那不用等到中重症 實際上中重症發生的時候 是要由醫師來評估最適合的各類治療藥物 瑞德西偉這一類這個增劑的藥物 當然少數的情形也是可以來使用這個口服的這個莫納皮拉維 那另外也有這個其他的一些 像單株抗體等等這些藥物 會試這個變異株的情形再來做一些可能的使用 那到昨天為止 我們統計是已經有使用這個1249人份的這個口服藥物 是屬於這個輝瑞的這個新藥的部分 另外有710份是莫納皮拉維 所以加起來總共已經有開出1959人份